矚目他的表現 那我們現在真的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他現在的準備情況 還有就是說 當然也有人就說 他其實已經是 成就已經到一個非常高峰的狀態了 有人是跟他建議說 你就享受比賽 那教練你怎麼看 其實不是這一場比賽 是享受比賽 其實我從他帶他 他從17歲我帶他比賽 我就跟他說 比賽最主要的意義 就是在享受比賽 第一個 以他的成就就跟小蛋 就跟我們台灣志凱等等的 好多好多人一樣 我說你們不需要再像世人 像國人 證明你們是什麼position 什麼位置 其實就像你說的 他們都已經是世界一流選手 他們該為國家爭取榮譽 等等的都已經有做到 而且他們這一次 隨著年紀 隨著喪事的加劇 加重 所以都會好好的治療 所以我剛來的時候也看到 我們的選手都在物治所裡面 都在做一些恢復的動作 不只是治療 所以我叫他們說 能夠心態擺正 享受比賽 我們能夠把你現在的狀況 能夠發揮到最好 那晚了你就問文匯呢 喔 這個是我們兩個奇病 所以也就是說 就像上一次東京奧運 記者一直問我 一直不講 然後一直到文匯要比賽前 記者問我 林總教我們可以留下來看嗎 我就說 如果你要看好戲的話 你就繼續留下來吧 一樣幸存跟文匯都同一天比賽 幸存是當地時間 好像當地 幸存是三點比賽 文匯是七點半比賽 我還是那句話 如果要看好戲的話 請你們繼續留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最新的資料出來 就是我們昨天開會晚的結果 然後今天就會顯示到 每一個量級他們現在 最新的狀況 因為我們可以從數字裡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當然啦 數字是一個冰冷的 有可能是一個很堅強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怎麼樣 阿虞我詐的 因為這些 因為怎麼樣 我們沒有AB組 只有一組決賽 所以你可以寫少一點 寫多一點 所以這就是後面教練 鬥志方面等等 聽起來是有點神秘 你一定從數字裡面看到了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OK 就是可以拿到獎牌 這樣子啊 因為 因為我不曉得 我從戴慶純比賽到現在 很像 還沒有空手而歸 對對對 我要是一件好事